系指前东路靠近中校的东路口这边因为骑楼并不平整 所以行人大部分都走在马路上 只是前东路的车辆也很多 相当危险 虽然说道路旁边有画设是人行专用道 不过民众违规停车占用的情况还是相当的普遍 使得从国小学童上下学都必须走在马路上与车征道 在这个月的区务会议当中 校长提出建议之后 20号这点早上相关单位人员就再度来到了现场进行会刊 来到系指前东路 中华路到中校东路口这一段 因为这里的骑楼并不平整 不好走 所以民众大部分都走在马路上 只是路边的车子一停 行人几乎走在马路中间与车征道 算在三月份的会刊之后 路面上已经画上了行人专用道 不过民众似乎没在理 违规停车占用 校长就拿出手机照片 可以看到车子一停 上放学的学童 被迫走在马路中间 车子来来往往好危险 我们因为路比较窄 那学生在上放学的时候必须经过这一条路 那目前的状况就是地上啊 虽然有设人行道的一个文字的标示 可是呢 在小朋友的行进过程中 我们都发现到很长的时间 都会被我们的车子所占用 不管是机车还是汽车所占用 而造成小朋友必须要到路的中间才能够过去 小朋友非常的多 那上下学的时候都要走路 步行到学校 那有这个学童行的安全 所以今天特别来会看这个人行道 那就是因为汽车车的围停 那造成我们的小朋友 走路都要被迫走到车道上 所以非常非常的危险 在上次的区务会议 校长也提出来希望协助改善 所以20号的上午 相关单位也到了现场会刊 只见人行专用道上还是有人违规停车 路过的行人只得往路中间走 只是前东路的车子也不少 看起来好危险 何况是孩子上放学经过 校长就希望能够以导杆来阻隔车子停放 也人车分流 学童安全才有保障 那这种情形呢 不管是对学生来讲 或者我们社区的居民来讲 行进的安全都是非常非常的一个危险 那我们也希望相关单位能够重视这个问题 能够让这样的一个路线 能够让这样的空间留给行人 留给学生 我们初步会分成两个阶段 第二阶段就是先设立加强脱掉的告示牌 那第二阶段我们看能不能设置这个 车和人行的这个 人行道和车道部分 用看用什么方式把它做一个区隔 把它分开 这样子我们小朋友走的时候 才会安全 因为要设黄色回复式导杆 又或者是涂层绿色的行人专用道 得要交通局决定 会看当下先决定设置加强脱掉的告示牌 看看效果如何再做进一步改善 就从慧琳系组采访报导